有个年轻人啊 这个两只腿啊 就是腿痛腿麻 然后腿慢慢的弯曲了 结果在北京呢 很多大医院啊中医西医啊治不好 而且这两只腿呢还不能碰 那一碰呢就很痛很痛 也不能按摩不能推拿 两只腿呢慢慢的弯曲了 那么最后呢痛到什么程度呢 整天只能爬在床上哀哀叫 那么做父母的很伤心 什么医生发再多前没效果 后来有人跟他讲 去找那个老和尚好了 看看老和尚有没有什么方法 老和尚说 你这个二十几岁年轻人啊 是不是很喜欢吃一种动物 会跳的 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呢 青蛙是吧 田鸡啊 他妈妈说他最喜欢吃这个东西 油炸然后放辣椒 他这个一顿啊就吃好几十只的 他说对啊 你看他的腿弯弯的就像青蛙 那么你想要病好的话呢 这个 从今天开始起啊 你就不要再吃这些动物的了 你做得到的话病慢慢就会好 这个年轻人就想 吃动物跟那个脚痛有什么关系呢 心里还是一直怀疑啊 那这个时候呢老和尚就说 你的腿让我摸一摸可以吗 他妈妈说哦不行不行 哦他的腿一摸会很痛很痛会哀哀叫 他说没关系啦我摸一摸吧 这老和尚呢 上前来就把他腿摸一摸呢 哎也不痛 而且感觉一股热气 酥酥麻麻的很舒服 这个时候呢 他相信这个老和尚有一套 后来老和尚说那你回去吧 从今天开始啊 那你就好好地吃素 不要再吃那些动物了 好啦回家调养的时候呢 这些亲戚朋友啊 送许许多多的东西来了 这个老和尚已经离开北京了 到了南方 突然间电话来了 这个病本来慢慢好的 因为这个六亲眷属啊 大家好意啊 说要什么用那个鸡咯 去蹲咯 蹲鸡汤咯 那个鳗鱼啊 怎么吃去补啊 补血哦 他不得不呢 在种青油的这种鼓励之下呢 就喝了一些鳗鱼汤 还有什么鸡汤 打电话到南方来了 老和尚这么远的地方呢 就跟他讲了 你又哀哀叫了哦 叫你不要吃 你就是要吃 你该去受爆 你是不是吃了鳗鱼汤 对 你又没有吃那些鸡汤 有 他说好嘛 你继续吃 让你的脚将来将来变残肺了 哦 这个年轻人一听啊 怕了 所以我们这个病啊 从口入 病从口入 有因有缘 世间极 有因有缘 极世间 世间一切现象 他的背后 一定有他的原因 他的背后 一定有他的原因 有因